圓活願立故 使念念佛變得瓦生 若如來不佳威神 將何以達? 阿彌陀如來法王所領 阿彌陀如來為真上緣 余哉後知學者 聞他立可蹭 當生信心 勿至橘焚也 唐仁大師是中國北傳淨土宗的祖師 也是繼承印度龍樹天青兩位大菩薩教理的大祖師 尤其唐仁大師 他是專門依據龍樹菩薩的教理學佛的 所以可以說 淨土宗的發展可以從中國一直連接到 古印度一脈相承 那唐仁大師是很早的祖師 他可以說是最早提出淨土宗 十一號阿彌陀佛願力的教理 那個時候一般都以為說 佛法只有靠自己修行才能夠成就 但是從淨土三經 也從繼承龍樹天青菩薩的教理 發現到原來佛門裡面 還有一個靠佛力救度的法門 我們看 剛才你讀的這些法語 唐仁大師在強調 我們依靠的都是阿彌陀佛的願力 為什麼說今天念佛能夠得度呢? 是因為阿彌陀佛的願力 所以我們念佛才能夠得度 並不是靠我們自己修行的功夫的 而是靠阿彌陀佛的願力 你看大師還說 若如來不加威神 將何以達? 如果不是阿彌陀佛的願力加持的話 我們怎麼可能到十萬億佛國土之外的極樂世界呢? 是不是? 今天單單我們人類要上這個月亮來 你都要靠火箭的 那個的話 到這麼遙遠的極樂世界呢? 所以如果不是阿彌陀佛的願力在加持我們的話 根本是不可能的 所以 一切都是阿彌陀佛法王在帶領著我們 一切成就都是靠阿彌陀佛這個身上緣而成就的 就好像媽媽懷孕生我們一樣 你想想看 今天我們能夠出生在這個世界 你靠的是誰呢? 靠的就是媽媽 媽媽懷孕的時候 要不是媽媽小心翼翼的照顧我們 媽媽好好休息 好好吃東西 補充營養 那怎麼可能我們能夠出生在這個世界呢? 是不是? 因為我們在媽媽肚子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做 錢又不是我們賺的 連呼吸吃東西 還是靠媽媽的身體提供輸過來的 所以這個肉身 能夠出生在這個世界 可以說都是媽媽的功勞 佛們也說父母的恩德很大 就是這樣 那相同的 我們念佛人都能夠得度 能夠得到一切的利益 能夠往生淨土 那祖師說 都是靠阿彌陀佛加持成就 就像剛才所講的 孩子完全都是靠媽媽成就她的生命 一樣的道理 阿彌陀如來法王所領 阿彌陀如來為真上緣 所以最後 坦然那是說 我們後來的人 現在聽到有靠阿彌陀佛救度的法門 就應該當下信受念佛 不要再說有阿彌陀佛的佛力可以靠 還不要靠 就好像現在 如果說有汽車坐就要坐汽車 不能再靠自己走路了 有手機就要用手機 不能再靠自己寄信了 愚哉後製學者 聞他立可乘 當身盡心 勿至局分也 如果你還不接受 靠佛力救度的念佛法門 那就是太愚笨了 這是祖師慈悲的語言 勸我們要信受念佛 再來 是道綽祖師的法語有讀一遍 縱使一行造惡 但能信一專精 藏著念佛 一切助障 自然消除 定德往生 道綽祖師是繼承剛才那位坦润大師的祖師 也是淨土宗的祖師 也是鼎鼎大名善導大師的師父 道綽大師可以說是第一位把念佛法門 從八萬事前法門當中獨立出來的祖師 就是告訴我們念佛法門跟其他法門不一樣的地方 是一個特別法門來的 你看這個念佛法門特別到什麼程度呢? 道綽大師就說 就算現在有一個人是一輩子造業的 但是只要專業這句南無阿彌陀佛 自然這些業障就能夠被消除 不會形成障礙 決定能夠往生到阿彌陀佛的淨土 這一段可以說是從阿彌陀佛第十八月裡面解釋出來的 因為既然阿彌陀佛是要度十方的眾生 當然也包括惡劣造業的眾生 這不是說祖師鼓勵人在造惡 而是說舉出最惡劣的例子 自然就包括了十方眾生了 就好像說今天去面試的時候 你那個老闆說呢 你今天只要考試五個E的成績就好啦 那既然五個E的就行 那其他五個C 五個B 五個A的也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道綽大師說 縱使一行造惡的定能往生 就是舉出最惡劣的 包括所有一切眾生 因為如果說你今天講的 菩薩念佛能夠得度 那很多眾生會被漏掉的 那你要講什麼例子才能夠包括十方眾生呢? 就舉出最惡劣的 就關鍵所講的 五逆十惡 這是一輩子造業的眾生 而且是大惡業的那一種 那如果說這種人念佛都可以被阿彌陀佛救度的話 那就代表說沒有人念佛是不能得度的 是不是?所以這是主食的智慧 它短短一句話 幾個字 它就解釋清楚了 就讓我們安心了 摩阿彌陀佛願力 要靠阿彌陀佛願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導大師 所開創的淨土宗 是中國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響最為廣大 持久 深遠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納百川 成為各宗共同的歸宿 我們想要做一件事 我們想要做一件事 是中國佛派 像胡忠派 溫派 那可不是 我方不斷 我們想要做什麼 我們想要做這件事 呢 我們想要做好